好 接著我們就要開始做題目 有所謂的要算的跟所謂的不要算的 首先我們看到這叫融化曲線圖 考融化曲線圖的時候 會有一些是不需要算的 當然也可以要算 比如說這一題裡面基本上都不用算 我看廢點啦 看狀態啦 看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這個基本上都是不用算的 他問你誰是錯的 第一個我們從圖示中看出來的融點是10度C 廢點是90度C 所以這個選項A是對的 我們看到儀秉之間是開始融化到融化結束 所以過程中是故意共存 所以選項B也是對的 然後呢 融化過程花了15分鐘 10分鐘到25分鐘 看就選C 這個是不需要用算的 講過了 這種融化曲線 很多次都不用算 看看看一看就會了 當然也可以要算的 好 像這個 這個練習的練習19 這個20就會有需要用算 這個20就會有需要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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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加热4分钟是6分钟到2分钟到6分钟 融化过程是故意共存 选项A错 然后图上面看到我的 那个固体的融点是125 不是废点125 所以选项B错 然后呢这个如果越陡就表示 同样的时间温度变化越多 就表示比热越小 我发现呢固体固体的0分钟到2分钟固体的比较陡 那个6分钟到10分钟液体的比较平 所以表示固体温度容易变化比热比较小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那前面就教过了 我在状态改变的时候要继续吸热 但是温度不变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所以叫练习19 好了开始要算了 练习20就要算了 50公克固体每分钟175卡 请问你 谁是对的 其中的A选项不用算 看图就会了 那选项珠呢理论上也不用算 就是看看那个总共花多少时间 我有多少时间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选项B跟选项C是要算的 要去算才会知道固体的比较有多少 融化热会有多少 那所以B跟选项B跟选项B跟选项C是要算的 那请问你这样答案是多多了 如果你看得出来A是对的 那就答案就A啦 不算也知道答案 因为反正四选一单选题嘛 但是如果你发现A不是对的 珠也不是对的 你就必须要认真努力从B、C挑一个去算 算出来之后对就对嘛 错的答案就是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是四选一单选题 所以可以用一些所谓的小技巧知道答案 或者是一些节省实际的方法知道答案 好 那停车站接问 这答案是瓦锥咧 有可爱大的美女吗 这帅哥 有美女吗 美女 12号 卢 你有答案吗 你还在整理 算一算 比热或者是 如果比热对答案就是B了 如果比热错答案就是C了 如果你前面已经知道A跟选项不对的话 知道A选项不对的话 来 可爱的卢 你的答案是多少呢 C 你答案C很好 来 第一个这里是熔点45度C 不是沸点45度C 所以选项A是错的 我总共的融化过程 我总共的融化过程花了4分钟到12分钟8分钟全部融化 加热6分钟只有融化2分钟 8分钟全部融化只融化2分钟所以只融化4分之1 那还有4分之3还是固体 那还有4分之3还是固体没融化 所以固体比液体就是3比1 所以选项猪也是错的 选项C我等一下问你 选项C我等一下问你 那么我们的加热4分钟 温度从10分钟10度C升到45度C 比热不知道S 1分钟给175卡总共有4分钟 所以H等于M S delta T 175卡有4分钟乘以4 然后M质量是50 比热不知道温度变化 高温减低温45减10 然后就做计算算出来答案是比热0.4 所以选项B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了叫做B 那我要问你C多少 他写的每功课42卡是错的 那应该是多少 考试的时候当然不需要算 你算出来B是对的就知道答案是B了 可是在学习过程中 你必须要每个选项都知道 错为什么错对为什么对 如果是需要计算的 你都要能够算出正确答案 那请问你固体的融化热4瓦锥了 这里固体融化是多少 来可爱大帅哥5 二杯不在 二杯没有参加辅导课嘛 这个叫做27 没有 融化热 我告诉你4分钟到12分钟的吸热是融化热 4分钟到12分钟所吸的热是 所谓的融化热 融化所需要吸收的热 然后H会等于M乘以Q 这么多的热量是M乘以Q 这样多少嘞 你的答案是多少呢 4 14 请坐 看看你哪边的二不见了 加热4分钟到12分钟会融化 公式叫做H等于M乘以Q 所以呢我总共有8分钟 每分钟175卡 所以12减4 8分钟乘175 M质量50 Q不知道 后面就数学 所以答案叫做28 这就是我们的题目 第一种题型给了融化曲线 其中的选项很多是不需要算的 不需要算的 你要对融化曲线观念要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够做出来 可以了吗 OK